好 耶 哈囉大家好 我是乔老師 那我們這樣已經多久沒工作了 快半個月沒拍片了 對不對 十天 沒錯 今天我們就來玩具康的時間 那新的一年我們新的一集 我們就來一點比較高CP值的東西 一整個過年這樣我花了超多錢 新的一年從省錢開始 那我們今天就開這個 你看沒錯 今天要開這個是 中洞玩具所推出的鋼鐵人裡面的馬克式 然後最重要就是加上它這個整備價 哇整個應該會很高CP值吧 OK那這也算是中洞我們開箱過 有誰來最大的盒組 過我們開箱過的這個中洞鋼鐵人系列 差不多都是這個大小 有沒有它這種開窗式的設計 那這一次我們開了這個你看整整 至少兩倍以上的大小 然後外盒其實印刷還蠻精緻的喔 那整體這邊就連字體這邊也有做這種凸的 印刷是凸的 所以摸起來就是這種質感 內容物 喔 就是要這種浮誇的方式開箱 裡面有一支馬克式 然後還有一個底牌 加上整備架這樣 喔 喔 目前這樣看起來啊 這個黃色的支架 這個整備架 塑膠感比較重 OK 那內容物就是除了馬克式本體 跟手型以外 就是最亮眼的這個底台 加上這個機械手臂 然後還有一些延伸的機械手臂 然後還有一些延伸的機械手臂 我們今天開箱的這個算是 最簡單的變裝方式 就是我們在電影裡面 鋼鐵人2裡面就可以看到 那Tony Stark 直接靠這一個 算是整備架 把他的這個 裝甲 然後卸開 然後裡面就穿的是西裝的樣子走出來 那當然 除了這種方式 還有像是 他的走階梯下來 一步步走下來 然後他的 裝甲 一件一件的 脫掉這樣 好另外像是在 《復仇者聯盟1》的時候 Tony Stark被洛基嘛 在斯塔克大樓丟下去的時候 好那鋼鐵裝從天而降 然後散開 然後依照他的定位點 定位 然後穿到 Tony Stark身上 好那有那麼多種變形方式 那我還是最喜歡這種 這種 機械手臂啊 這種工業風的感覺 這種變形方式 所以那個時候看到 中棟有出這一組 就 先買 我覺得我這個開完 我應該會買HATOY的 那一組 因為我覺得HATOY還是比較帥 你沒有 我沒有我沒有啊 怎麼會沒有 我這麼節省 那 總之他的配件 就像眼前這樣 然後我們開完 整個感覺啊 就是 只能說 鋼鐵人 處理得不錯 有沒有 他底台基本上是用成型色 所以上面有一些這種水紋啊 或是這種 大面積的收縮 凹陷啊 都非常明顯 而且 好像還有一點色差 一點點那個灰 然後再來 這個機械手臂啊 真的 整個都是成型色 可是 算是很有誠意的是 它油壓感 這個油壓感 這邊 油壓感裡面 是金屬的 是金屬的零件 所以摸起來這種 摸到這種金屬的冰冷的感覺 還是滿好的 像在這裡 有很多這種 白化有沒有 有沒有 哎呀這組裝品質 真的是 太讓我失望了 整個油壓感都是白的 所以我等一下可能還是要用容器 稍微擦拭一下 這個還是有很多可以努力的空間 雖然它 價格很低廉啦 大家一定會想說 哦價格那麼低 有什麼好閒的 那 終究我們還是希望可以更好 OK 那我們再來把它整個整備這樣 組裝起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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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整個整備架這樣裝起來蠻帥的 尤其是這個底台整個展開有點裂甲的感覺 看起來格外興奮 雖然單看的時候覺得有點簡陋 可是它全部整個完整的組裝起來以後 發現其實這些射出品質的小瑕疵 都是可以接受的 然後它這個底台打開的用意其實就是 它要展示說這些機械手臂都可以收納在 好像舞台道具有沒有 可以收納在舞台下 就是這個整備架之下 然後收起來它是一個平面 然後展開它就需要有些裂甲的感覺 然後從這細縫中伸出這些機械手臂 基本上它這個兩支左右的大臂 到最後就是套上鋼鐵人的手臂 然後像底部這邊是可以這樣轉動 然後這邊水平也可以轉動 OK 再來中間這邊它是配合金屬的油壓感 然後可以簡單的作動 OK 好 然後再來最上面這邊 就是連接這個最前端的套筒這個地方 它這邊又一個可以轉動 然後這邊可以稍微的 不行喔 只能這樣 稍微這樣轉動 然後再來這個爪子 這是接手臂的爪子 這邊可以稍微延長 有沒有 OK 這樣收起來延長 配合的這一些管線啊 都是用這種電線 它會配合我們的造型去做變化 排列還蠻整齊 所以看起來還蠻療癒的 然後後方這一個比較大根的機械手臂 下方的這四根 也是鐵桿 可是它是假的 造型它不能動 這邊是這樣旋轉 然後配合 可以這樣 有沒有 有沒有 然後再來這個 這個地方就是可以動 這個地方就真的可以動 中間的這個 主要的手臂 有沒有 除了這可動以外 前面的每一個爪子 它都可以張開 然後它這邊都有做分色 做出那種好像油壓感的感覺 有沒有 它可以這樣全部張開 在前後各有一支這個輔助手臂 像是裝飾的油壓感 一樣也是不可以動的 可是上面這一段 就是可以動 這邊一截 然後這邊上面有一個小小的機械手臂 然後在前面又再曲折一截 有沒有 這是腿部的 算是腳掌的拆解器嗎 它的可動就比較少了 就小小的四個小手臂 然後配合這兩個 是原本就裝在底台上的 算是它腳的支撐的位置 OK 好 完整的樣子 還不錯吧 是不是 非常精巧 它是小小的一組 然後你就可以 很好的展示 這一次中洞的鋼鐵人的部分 它的可動做的沒有很好 有沒有 它的手臂也沒辦法往上抬 所以導致這兩個手沒辦法再舉更高 它頭上的這些 螺絲孔 這些 這些鉚釘啊 這種一印的 有沒有 你的眼角的邊有沒有像字的感覺 就很不自然 所以我現在有一個大展的想法 我拿3DRAW的 我沒有馬克思啊 我就只想拿42來代替 滿足一下 這個鎧甲裝上去的那種爽感 馬克思還要測試一個 它的 那種高空 遁地 OK 試試看喔 這支可動到底行不行 斷了 喔 唉唷 它明明就在脫 這是脫膠啊 你怎麼會覺得是我用斷了 這剛剛是你動的吧 剛剛你沒碰嗎 那就是你用的 怎麼我醜一天那個就 不行耶 這可動到底有多爛 這腰完全沒腰啊 它腰是一截的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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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完全就是買一個站姿 好我們來換上之前那個3DRAW的 3DRAW這個合金的質感還是比較好 然後我沒有馬克思 我先拿馬克42來代替 有沒有 它這個手舉高才帥啊 帥 是不是 是不是有比較精緻的感覺 它的那個等級就是比 中東還高一階 你看它的這個 背後露出來的那些內構的感覺 當然就是 當然就是光一支 3DRAW就抵這整套了 就是價錢還是有差 然後合金的感覺 哇 整個 更精緻耶 OK 那以上就是喬事今天開箱跟大家分享 這個中東的這個鋼鐵人整備台 那它原廠是搭上馬克4 像我們前面開的那個樣子 然後最後我拿出我自己收藏的這個 3DRAW的馬克42 放進去 欸 其實整體的質感又大大提升 因為3DRAW的做工又更精緻 然後它可開甲的空間又更豐富 可開甲的位置又更多 整體的底台啊 加上這個馬克4的售價 大概2000塊台幣有找 OK 可是像3DRAW一支這個鋼鐵人 就要2000多塊了吧 那順著一提 在這個縫縫 又有一個非常精巧的燈 有沒有 也是可以讓它稍微發光 我真的不知道燈設計在這邊什麼意思 OK 就是它至少有做到燈 然後又可以有些可動整備價的風格 那就不知道你喜不喜歡 OK 那以上是喬事今天開箱的商品 那想看喬事開箱什麼有趣的東西 你在下方留言讓我知道 學妹妹的停電彈 我是喬老舍的王俊翔 今天再見囉 掰 再等一下 怎樣 阿你不是說你想要幫他舊化 不是這個是 如果你有這種舊化工具 有些舊化技巧的人 像這一個整備架上面啊 你也可以稍微幫他舊化 稍微幫他再做一些更精緻的處理 我覺得看起來這價值性會更高 阿那個人不就是你嗎 欸